喂喂 哈囉哈囉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2月30日 今天有說說這個優令華 即現在她怎樣呀? 好似這個警方記招那樣 每日4點鐘就出來說三、四 這個引致明報新聞,邱騰華邱黃藍經濟圈影響社會復和,失業率恐再惡化 我也有憂慮,我憂慮這個政府不正視濫暴濫告,警暴問題,國際酷刑公約問題 以及執法、判案,不公不義的問題,我憂慮這個,不是叫黃藍經濟圈,我叫紅色政治圈 這個紅色政治圈真的影響社會復和,如果你說影響社會復和的東西都要禁止它 第一個禁止你的臉,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失業率恐再惡化 啊,我照標題說的,如果你說失業率恐再惡化的時候 那我想你第一點,就搞少點政治,就是國泰那邊麻煩,你就不要以言入罪 是啊,國泰那些被人解僱的機師,空服人員,現在算怎樣? 好了,就是你那些楊潤雄那些,解僱的教師,那些又是不是失業率來的呢? 即是,如果你說失業率是不是應該呀?首先搞好你的那些系統先呢? 你的政治圈想怎樣呢?你是不是在搞現代文革呢? 現在是你搞的,那他的取態就很明顯的啦,就是叫你那些人不要搞的嘛 就說呢,搞你沒用的,我的取態就很簡單的,我不管有沒有用,搞了先 啊,那我有個黃色經濟圈的播單的,大家可以由頭那一集開始聽下去的 有不同的理念在裡面的,啊,我還沒講第四集 還有很多的東西要take up的,因為其實,包括你的認證問題啦 包括你怎樣去壯大這個經濟圈的問題啦,包括取名的問題啦 就是因為啊,龍門兵室啊,那位老闆說最好就,就是用那個叫什麼? 良心經濟圈,就不要用顏色去劃分 那其實都是一個名字而已,就是他怕被人一個感覺太糞便 但是我覺得你首先要認清楚這件事,啊,經濟上的東西先咯 糞便不要緊的,至少你知道啊,就是讓別人知道你在搞什麼了嘛 啊,啊,你搞到人恩惠惠的,就不知道做什麼的了喔 還有黃色經濟圈的理念沒錯,啊,就是講良心 憑良心做人,外國都有的,這些其實 就是等於呢,你啊,有些vegetarian,啊,你那些素食者啊 那就不想吃那些小動物,因為太殘忍啊,各樣 他們是寧願自費給多些錢,就去一些呢,良心食店裡 就是不會有animal cruelty先 就算你是吃肉啊,你都make sure你那個屠宰的過程啊,是非常之人道的先 有些呢,就是講撐環保的啦 那我覺得如果連環保,動物,啊,這些文明世界都可以撐的時候呢 現在講的是抗極權,抗警暴,抗納稅,抗紅色滲購 那就應該呀,早就搞一萬世啦 啊,但是為什麼呢,我們一直都沒有過這樣的概念呢 原因就是因為呢,就是那些叫針不刺到肉不知痛 什麼叫針不刺到肉不知痛呢 很多時候如果直接這樣去拿你一些東西的話呢 你就很覺得的哦,是不是啊 就是直接由你荷包那裡拿五元 那你又問那傢伙做什麼的啦,對不對 等於算死草,宋世傑而已 啊,隨便找一個二世祖啊 啊,那就在他口袋裡拿一拿不知多少銅錢 那然後你做什麼啊?啊,不是啊,搞錯了 那個人是武藏原蘇黑衣啊 那就無緣無故呢,在他那件衣服裡啊,啊,就拿些錢 那跟著呢,他又說做什麼,拿錢了 哦,那跟著呢,周星馳就跟他說,你不介意的吧 我不介意,但是為什麼要給你啊? 那周星馳呢,就說你不要理啊 跟著蘇策哈爾策就拿了錢走這樣 那然後就被人打了一生的 那因為直接拿嘛,是不是? 直接拿就好覺的 但是如果他不覺不覺這樣拿呢? 你又不覺的哦 就是例如什麼呢? 弄些膠袋稅啊,弄些垃圾經費啊 弄些留價辣椒啊 那你又不覺不覺這樣 於是乎你就不懂得反抗啊 而且香港人也非常繁忙啊 那所以很多時候就不空理這些東西 除非呢,就找這個叫做 然後就把這個叫做 掩微鏡啊 放大一萬倍給你看 喂,原來已經這樣的樣子了 喂,原來港鐵也是他話事的了 喂,原來郭泰也是他話事的了 喂,原來教育系統可以說怎樣就怎樣的了 喂,原來警部可以不查的 喂,原來查的時候他找自己有查的 捉種捉協捉委全部我那些人來的 那你才發現到 喂,不對勁啊 不對勁啊 再這樣搞 山窮水盡的了 踩上心口的了 所以才興起一件東西叫做黃色經濟圈 其實就是了 即是怎麼說呢 你反過來想可能作法自閉的 有時候 啊,我不是說 施永青那些藍絲觀點啊 什麼作法自閉 我是說的 即是共共自己啊 寫那些書啊 剛剛好就是作法自閉了 那有人就說呢 啊,要了解施永青的觀點啊 啊,就最好點啊 走去真是看他那些東西 就不是看那些再展述 浪費啦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的影評、食評、時評 全部不需要啊 有的了喔 還有你要明白評論的特質是什麼嘛 就是省時間 為什麼要省時間呢 因為呢 很多人啊 尤其是一些所謂的權威 我括著所謂的 他就會用一些很狡猾的方法 然後就跟你說 哎,這些東西不work的 諸如此類 例如啊 這個叫雞教授雷鼎明啊 我不是說他叫雞 他只是有經驗跟你說 說可以用支付寶叫雞而已 原來科大教授是研究這些東西的 那你會不會因為他是科大教授 啊,好像看過很多書 那你又好像沒有看過很多書那樣 然後呢 就聽他說呢 畢竟他也是科大教授先啦 雖然他的extrapolation 完全是有為這個 學術誠信可言的 你可以完全 outwave 了所有independent factor 只是拿你的那些叫做主觀願望啊 去extrapolation那個GDP 真是吹到人瞇一聲啊 不過我今天不是說他 說回這個藍絲觀點先 即是絲觀點 他又跟你說呢 搞不起的 不合乎經濟效益的 然後再跟你說呢 你想理解他的那個觀念呢 你就走去看葛富倫 阿當史密斯的葛富倫 就懶是包裝到 好像自己很博大精心那樣 要講自由市場 你要講經濟跟你講經濟啊嘛 所謂的自由市場 不是完全自由那樣解 自由市場都是要有regulation的 原因就是因為 自由市場你很多時候 會produce 了一些叫做externalities 也就是說呢 一個負向性的整體社會損耗 我們又叫做dead wave laws 而且呀 阿當史密斯那些 喂 N世之前的事啦 更何方啊 現世的觀點啊 進步了的啦 現在還要講的是什麼啊 是可持獨性發展 是商業道德 之前我阿澤都講過的 不過被人永久黃標了 豈有此理啊 但是大家不妨去看的 放了在黃色經濟圈那個集中的 那又順道幫我撈下舊片 那所以呢 他又拿一本葛庫論出來 跟著跟你講 啊 信我啦 你們不要搞啊 那你就算不信他都好 第一 你好像很難說服別人去信你那套 第二 你好像自己都很不實在那樣 而他要produce的就是這種效果 跟著呢 他就自己括個框框 說自己呢 是有很多東西back up的 實情呢 他就什麼back up都沒有 好啦 不過今天不是說他 說回邱靈華先 這裡 反修例運動引發市民政見分歧 這個不是政見的問題啊大佬 黃藍是政見嘛 黑白是良知啊 可以因為那個是抗爭者 然後呢 你是可以阻礙救門的 還好說話 可以因為那個是抗爭者 然後呢 你可以立法會離職的 你還說話 你自己班有卑鄙無恥下流戰格 好講人地 唉 如果不是啊 這些人的那種手段那麼骯髒 其實 香港人不是很sensitive的 對於政治方面 不是很敏感的 不可以說不敏感啊 可以說簡直是handicap 問題你太離譜了嘛 天天播放恐怖片給人看啊 好啦 不少網民發起霸食餐景的那些藍店 而這個傷天害理局的邱靈華呢 在29號出席這個無線節目 又是這個節目啦 講清講楚 那我幫他再講清楚一點啦 那他就談論這個黃藍經濟圈 表示這種模式啊 對香港經濟未必有很大的影響啊 哦 那行啦 原來不是很大影響的 啊 那但是呢 他說但是那些就要看啦 是不是 但是他說擔心會影響社會的復和 哦 要社會復和很簡單的 你是不是想社會立即復和啊 實行雙普選 啊 選一個有民意接受的 那就會復和的啦 而不是兩百萬人上街 他可以當你臭四的 那沒有啦 之前他在FB啊 Facebook那裡直播 那又批評那些顏色經濟圈啦 如果說普及率的話呢 直播人數實在是 驚為天人啦 他召了親戚去啊 我想啊 都多過那個人數啊 真是 就是他有些親戚都不看他直播了 真是壞 只有百多人 那這裏直接引述他講的東西 他就說呢 對於近日這個和理shop的活動 有很多間店舖啊 啊 那就被破壞啦 那他就說 不能夠因為啊 只是牽涉到某類型的店舖 而縱容破壞的 他的意思是啊 不能夠因為那間店舖呢 你的黃店沒事啊嘛 那你就由他啊 那怎樣啊 那首先啊 你這幫人 就是因為啊 那些官呢 只是判那些黃絲的而已啊 那結果那些藍絲呢 就沒有人捉的啊 啊 無論怎樣無法無天斬人啊 那樣那樣 的士徒夫鄭國泉啊 大埔劏肚啊 太古咬耳仔啊 連龍牆斬人啊 那些警察就真是縱容那些藍絲犯法啦 好啦 他說啊 這些這樣的事情啊 可能會釀成衝突啊 那當然啦 那些瓦瓦走進去不斷打人 不方不衝突啊 跟著他說 除了本地的消費之外 就業啊都會受到影響 即是他叫那些啊 啊 鏡石自己飯碗那些人呢 小心沒了份工啊 超 你給了多少錢人工人啊 浪費 他就說 難以估計這個未來經濟前景 你認為數據可能會滯後 失業率會繼續惡化啊 啊 那問人家羅家聰說了的啦 怎麼惡化都不及得上沙士那時候的嘛 沙士那時候有多少啊 10%的失業率啊 還有其實現在呢 你的失業率呢 攀升到10% 跟當日的10%呢 又有不同的啊 因為當日的滲購的情況呢 沒有那麼嚴重啊 那所以當日呢 失業率10%呢 就大盤的10%啊 但是今時今日呢 如果失業率再到10%呢 可能有6%呢 啊 都是那些紅色資本來的啊 好啦 那跟著邱靈華說什麼啊 他期望業主啊 可以減租 同商戶共渡時間 可以跟你說呢 是1Q定不會 尤其啊 那業主如果是藍的時候 為什麼啊 找個醜 走人啊 什麼叫找個醜走人啊 即是他肯定啊 不單止不減租啊 加你租啊 為什麼啊 即是那些藍店死多幾錢重啊 喇 就算是他們自己啊 都不看好前景啊 再加上邱靈華這句 邱靈語言 那那些人是不是更加害怕啊 當然是吃完美水他啦 對不對 喂 死藥來的哦 沒得減哦 啊 你好給美琪啊 如果不是 區域法院見啊 我跟你說 怎麼都追回你那幾十萬租啊 不用指望啊 啊 對了 說漏了一件事 我剛才說什麼 作法自閉呢 就是啊 這個共共最近呢 都不是最近的 講了幾年了 就經常講這個超限戰啊 那超限戰是什麼啊 就就是說全方位這樣去打擊你啊 那結果那些人就學回了 結果呢 就用超限戰跟你玩啊 因為你用超限戰對人 無所不用其極啊 大哥 你又抵制美貨啊 又打壓人家那些樂天電視韓國那些啊 又走去杯葛那些黃色藝人啊 喂 是你帶頭做起先啊 人家如果啊 只給你搞就不搞你的 那不是很快亡國滅種 理你都傻啦 對不對 是你踩到上人心口的嘛 現在人家反擊 你就說人家好反擊啊 你都傻的 更何況啊 要講政見 誰跟你講政見啊 人酒茶梁振英跟你講政見啊 鬥巴車面啊 你看到他們做那些東西啊 你又覺得他們說那些東西啊 難聽過粗口啊 人酒茶梁振英講什麼啊 港台新聞部早前 因為報導反修例運動 預算就超出大概500萬元 那就全國政協副主席人酒茶梁振英 社交網媒那裡發文 就說 政府不如正式要求審計處全面審查 港台的帳目啊 那就行公論席 跟著就說呢 看看在今天 網台臨立 香港人呢 只有750萬 乘24小時 啊 去接收這個新聞資訊 和娛樂節目的時間 在這個有限的時間總數之下 有沒有空間呢 可以削減港台的經費 那這些就是赤裸裸的干預新聞自由咯 又不見他說削減這個 香港政府在這個 無線電視對落的廣告費 又不見他說削減這個 警員的薪金 在他們連行必都不用行的情況下 有沒有空間呢 審計處可以削減他們的薪金呢 請問 你這些是做事嗎 你這些是吵架 所以誰挑起事端啊 人酒茶梁振英啊 和雙眼水燒 constant 然後 adapting 邱騰華呢 把有披Now 之後再給觀眾問 leo 有花就是說 這不是鼓吹政見 只是鼓吹大家支持自由民主核心價值的店 邱鳴華就在頭說了 那些說法沒問題的 大家可以追求不同的價值 接下來講什麼呢 如果一個社會的經營方式 raise up 以政治理念閒 我要題目的是 是不是可以持續呢 是可以持續大 就是有什麽问题呀? 不过他的好问题呀! 看死你不行呀! 看死你持续不了呀! 意思是! 就像他们出一阵子而已 以政治理念先走 很快就不记得的啦!那班人! 那所以其实是呀! 如果你靠人的情感呀! 去记住! 去支持这个黄色经济圈这样那样呢! 怎麽都会有怨言的呀! 你是排队排耐了呀! 又或者服务质数差了各样呀! 始终方便不了大家不user friendly 的时候呀! 还有以人类的记忆来说呀! 啊!很快就可能丢借的咯! 即不是我说洩气说话! 所以第一样东西要做的是什么呀? 就是做好一个制度它! 做好一个框架它! 做好一个认证它! 做好一个分流它! 这样才可以稳打稳扎! 步步为营! 去壮大个黄色经济圈的! 即是你不要给某些东西 啊!就如目混珠呀! 但是同时间你那条线又不要设到那麽高! 即是始终要分流的! 啊!你一间做不了那麽多生意的嘛! 那你就慢慢抗及去咯! 好像那些食瓶那样! 那就帮那些黄店呀!各样打分呀! 那些咯! 就是做得多东西的那当然高分一点啦! 但这个问题你都还有很多选择的嘛! 好啦!跟着他就说! 啊!如果啊! 社会面对那麽大困难! 再做这些这样的方式自我划分! 是不是能够复和呢? 喂!它可不可以兜口兜面呢? 兜巴车回到啊! 人酒茶梁振英那里啊! 喂! 现在!社会啊! 已经面对那麽大的困难了! 你还这样去划分! 又TVB又港台! 这样的话是否可以复和呢? 喂! 国泰那里! 社会已经遭遇那麽大的困难了! 你还这样去划分! 哪个撑警! 哪个不撑警! 然后呢! 就炒弃了那些机师! 那社会就没办法复和咯! 喂! 你个杨允雄! 社会已经面对那麽大的困难了! 你还去划分! 那些蓝丝那些老师呢! 乱说话的时候你就不去情治的! 啊! 就这样! 側上一边的! 这样的方式做自我划分! 那社会是否可以复和呢? 那他可能内心有鬼啦! 所以就鬼拍后尾枕啦! 那最后就说什么呀? 他说明白坊间的诉求未必能够完全达到! 哇! 直接是落差好远啦! 五大诉求! 你是给了一个不进不实的第一诉求而已嘛! 而且呢! 还要搞到其他人鸡毛鸭血家破人亡啊! 他说! 多少被堕楼被浮屍! 吃了多少吹泪气啊! 多少人被你濫捕濫告濫打啊! 多少人因为你啊! 没了份工啊! 那跟着他又说! 例如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这些未必可以达到的嘛! 不过强调监警会的报告是起步点而已! 至少要完成啊! 才有讨论的基础! 哎! 他只不过是将777的论调重新讲一次而已嘛! 不就好像人走茶梁振英那些那样啦! 啊! 成立一些委员会! 又这个委员会! 那个委员会! 跟着他那个短庄事件呢! 那几位专业人士! 他声称啊! 那几位专业人士! 未见过面的专业人士! 所谓的核实了他那间屋的专业人士! 那跟着就说! 事件正在调查中不方便评论啦! 又或者是那些什么呀! 潜见处理了! 就不是潜见啦! 哇! 这帮人真是令我想起! 那句成语! 财! 喊! 捉! 惡! 人先告!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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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